想必大家都有遇過下面這些狀況吧? 共同協作時檔案發生版本不一致 寫程式寫到一半電腦當機檔案毀損 程式上線前發生重大錯誤 沒關係,只要導入Git做版本管理 Git都能把握好你的檔案 將檔案還原到正常的狀態了 無論你的身份是工程師上班族或是學生 Git都是你不可破缺的技能喔 大家好,我是K-1 從2010年開始就在使用Git了 我曾在大型研討會分享自己的Git工作流程 也在許多大專院校及社群內分享過多次Git的實戰經驗 發現有許多人覺得指令難記 遇到版本衝突時手腳忙亂 或是工作場合上沒有使用版本管理 所以這門課除了以淺顯易懂的方式 讓大家學會常用的Git指令以外 重點會放在各式各樣的日常應用情境以及工作流程 課程前半段主要是利用許多的實例 加上指令打好基礎 再加上圖形化介面輔助 讓大家在打指令的過程中 即時了解Git的書上結構的生長方式 在課程的後半段會介紹許多常用的Git工作流程 分析這些工作流程可以搭配的情境 比如GitFlow或是GitHub Pro 在你整個課程之中 你會不定期的分享一下Git的小技巧 像是如何找出Bug的發生起始點 找出這檔程式碼是誰改壞的 非軟體開發時 如何用Git來共同協作等等 在募資期間 如果超過了募資金額 就會分別解鎖 Git Extras FBiFlow Rainmine 以及Cybedical Virgin 這些都是多年累積下來的經驗 FBiFlow更是實際執行過3年的工作流程 絕對不要錯過哦 版本管理是軟體開發的基礎之一 學會了Git 不只可以讓你更了解軟體開發的生命週期 現在流行的許多軟體開發技術 如NPM、Docker 或是可以發行書籍的GitBook 也都是Git生態系的一環 所以這門課絕對是 Ebook錯過的一門軟體開發課程 快點來好好報名吧